南回公路拓宽改善工程即将在今年年底完工 公路总局也将配合通车典礼举办路跑活动 而立委刘兆豪认为这项盛事不应该只有通车典礼 也应该要重视重大的观光活动好好的宣传 日前在立法院咨询的时候也要求观光局和公路总局 要密切的横向联系 将路跑活动扩大成为重大的观光盛事 来带动地方的观光 连结台东与南部县市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南回公路 在历经多年的拖宽工程后即将在今年底完工通车 公路总局也将配合通车典礼举办一场别开生命的路跑活动 十分关切地方发展的立委刘兆豪 也特别在立法院执行时要求观光局重视 观光推转观光业务不是只有观光局在推动 大家横向的联系 台九线南回公路的拓宽 包括隧道工程等等 今年的12月20号 安硕道朝普的隧道要通车 所以公路总局举办了 委托民间举办了一个 大概是以后除非封路 不然大概就仅此一次的马拉松比赛 其实在讲比赛 其实是让大家去体验 那这件事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 对台东来讲非常重要一件交通的工程 对国家来讲也是非常重大的一些公共政策上的投资 那其实很多人在问我 包括业者在讲说 这样有这个通车 有个办一些活动 那有纪念性的活动 那公路总局当然很辛苦 他们就想到搬这马拉松很好 而且听说报名的人数已经 他其实容纳大概可以五千个 现在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七千多个了 就表示非常的踊跃 那市长在这部分横向的联系 除了马拉松也外 我们要过这样子的隧道的通车 台九线的隧道的通车 可不可以跟业者大家一起来 观光局大家横向的联系 现在做还在这几 现在十月初 公路总局当然他把他认为是工程的完工 观光局是要把他当成这是一个观光的行销 好不好 就是除了马拉松公路总局以外 观光局刚才局长说他会再加码来做 那加码 然后跟业者 不然自己想起来跟业者 你什么时候会 因为这也十二月二十通车有快 我们可能也蛮感的 我们一个礼拜内把它确定 一个礼拜确定之后 然后跟地方政府跟业者一起来 对我们一起来做 我们也一起来帮忙 这个就是横向的联系 为了地方观光产业的发展 南回路跑活动若能一战成名 或许也将是翻转南回乡镇产业的一次机会 记者潘君伟台东终合报导